咳咳 现在是早上9点钟 黄安丽还在睡觉 为什么我这么早期呢 因为今天是黄安丽的生日 其实我已经提前在3月份的时候 送了她一个手机 所以她觉得自己今天已经没有礼物了 就是出去吃个饭而已 但其实我还是给她准备了礼物的 所以我现在要去拿一下 拿礼物回家累死了 我看你这个蓝猪现在还在睡觉 我要去看一下她 然后悄悄地把礼物放到她的床底下 去看 bere side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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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起床 哥哥说不 哥说不 起床 你怎么起床起不来呢 不要啊 没有 小心 不要啊 不要啊 宝贝 乖乖去床 那就轻轻 手摸哪里 走开你 这样我过不了损的 臭臭 怎么经不到呢 我是寿星呀 是一个寿星品 华丽现在去洗漱了 他每年过生日都会刮台风 然后我们还是决定要去过一下 不知道大家现在 还会不会给自己过生日 所以我感觉 如果不是因为和袁立在一起 我可能已经好几年都不过生日了 晓月的外面 二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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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 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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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